第三百四十一集 一声凄厉而又不甘的惨叫声传出 这位名为柳木的六品强者 显然没想到自己人会对他出手 颅骨那是七品以下所有人的弱点 甚至七品强者都未必淬炼多深 此刻李寒松拼了老命禁锢住他 方平出刀毫无声息 一刀斩落 颅骨传出暴力声 伴随着不甘的惨叫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惨叫声一出 另一边正在和王金阳交手的六品强者 不由侧头看来 等看清楚了状况也呆滞了一下 柳木战将被自己人杀了 下方众人原本正在追杀逃跑的秦凤卿 这时候也都满脸的迷茫和惊惧 怎么回事 他们惊惧茫然 方平他们可不会 击杀了柳木的瞬间 李寒松浑身爆发出强大的金色光芒 没有去帮王金阳 而是冲到了下方 击杀那些四五品武者 再拖秦凤卿要被人砍死了 秦凤卿差点感动得泪流满面 李铁头果然比方平靠谱 方平居然给他留了十几个四品 七八个五品 他都快吓死了 而方平此刻也喊道 汪哥 拖住他 不能让这些人跑回去 说吧 方平迅速下落 平乱刀在手 瞬间爆发出强烈的血盲 凌空崭落下去 黄金阳也不叫苦 怒吼一声 提表外 瞬间被血色包裹 这还不够 骨髓之力 开始往外渗透 死也要拖住这位六品 李寒松和方平两人 斩杀那些四五品没问题 但是需要时间 直到方平喊话 那位六品强者才脸色俱变 复生之地的武者 复生之地的武者 竟然混进了队伍中 怎么可能 作为六品强者 他对气息的感应极强 黄金阳几人在他眼中 不要太明显 强大的气血之力 遮都遮不住 可现在叙叙告诉他 有人混进了队伍中 而且他没察觉到 地面上的那些四五品武者 也都呆住了 而就在此刻 方平忽然又用地窟雨 喊了一声 快动手 围杀他们 这话 地窟舞者都听读了 下一刻 地面众人满脸惊惧 各自拉开了距离 一些人疯空而起 转身就往中央战区跑 这里太危险了 队伍中居然还混杂着 复生之地的武者 这一次 拒柳城清朝而出 大量的舞者被争吊 他们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的 这些舞者纷纷戒备起来 毕竟就在刚才 他们有一些人死得不明不败 腾痛而起的几人 一部分被李寒松拦下 剩下几人 方平则是抱吼一声 精神力再次爆开 短暂地震慑出几人 接着平乱刀爆发出强烈的刀芒 瞬间将几人斩落 方平脸色再次发白 精神力每次爆开 对他也是有损伤的 这玩意儿少干几次还行 多干几次 他自己都要被震成白痴了 秦凤卿 报种 快点啥 方平斩落几人怒吼一声 秦凤卿都快哭了 老子哪有那么多种报 真以为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可此刻 那些地窟舞者面对危机 也爆发了 一部分向他杀来 一部分往中央战区抛去 别人在暴种 他不暴 真要死了 暴啊 秦凤卿怒吼一声 一口吞下一颗暴血丹 浑身气血瞬间凝聚一体 伴随着刀芒一刀斩出 巨大的轰鸣声传出 冲上来的几位四品瞬间被斩杀 两位五品强者也可血倒飞出去 人群中央 秦凤卿脸色惨白 砰的一声跪倒在地 剧烈喘息 废物 说好的一刀斩六品啊 方平此刻还有闲功夫骂人 这让大脑都快被燃烧的秦凤卿差点气吐血 你竟然还有这么多精力废话 快杀人呢 方平的确在杀人 他杀起人来 也简单 遇到四品的直接精神力震慑 震慑住了就一刀劈杀 遇到五品的 那就精神力爆开 炸裂对方的精神 再一刀劈杀 几番下来 片刻后 地面浮倒数十具尸体 四五品五折 此刻被几人屠杀殆尽 方平跌落在地 剧烈喘气 一旁的李寒松浑身浴血 也有些抬不起手脚了 半空中 王金阳不断咳血 见下方三人光抬着脑袋看他 也是想死的心都有 看什么看 杀呀 再不支援 他快被打死了 李寒松和秦凤卿 是真的无力支援了 纷纷看向方平 方平此刻脸色惨白 加上之前为了遮掩面貌 自己将脸部阵裂了不少伤口 这时候看起来格外猙獰 见两人看着自己 方平喘息道 等一会儿 我也会累的 真以为杀人不累的吗 忘记阳快撑不住了 没事 他还没骨髓偷体呢 死不了 方平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 休息片刻 见那位六品药宝 这才腾空跃起 取刀杀了过去 别耽误时间 骨髓偷体 方平抱贺一声 接着自己身前 瞬间浮现出五座天地之桥 精神力和气血之力迅速涌入 六品没那么好杀 对方此刻也在全力爆发 连三交之门的稳固都不顾了 每一招都威力巨大 打得王金阳血肉横飞 再不动用压箱底的绝招 对方就算无法击杀他们 想跑也不难 王金阳也不犹豫 低喝一声 血液流动声瞬间清晰起来 体表渗出大量的血液 双手持刀 迅猛斩落 下方的方平 天地之桥震动 大量的天地之力 涌入平乱刀中 这一次 没有出现上次崩碎的情况 平乱刀爆发出强烈的血煞之气 一刀斩向欲要逃窜的那位六品 这还不够 下方的李寒松言怒吓一声 拳头散发出强烈的金马 冲天杀了过去 三位人类最精英的天骄武者 两人五品 一人四品巅峰 都爆发最强的杀招 对面那位六品 也只是普通六品强者 此刻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顿时怒吼一声 头顶上方浮现出三扇虚无的门户 其中一扇门 其中洞开的门户 已经快要彻底封闭 六品出段中的巅峰 一旦一扇门封闭 对方就是六品中段强者 封闭两扇门户 那就是六品高段 三角之门全部封闭 便是六品巅峰 这人眼看着即将踏入六品中段 之前一直没有出权力 可此刻什么也顾不上 三扇门户浮现 一眨眼 那扇即将封闭的门户中 涌出大量能量 冲击得即将封闭的门户间隙 更大了起来 混账 对方怒骂一声 即将踏入六品中段的他 不得不以前功尽弃的代价 爆发权力 这些复生之地的武者都该死 死了还这么多话 风平低哼一声 凭乱刀已经爆发出耀眼的血盲 血盲瞬间斩住对方头顶的门户所在 王金阳也丝毫不慢 刀盲斩落下来 李寒松人也冲天杀了过来 一拳垂击对方的脑袋 你们逼我的 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这位六品强者已经意识到这次恐怕悬了 下一刻 三扇门户中那座即将封闭的门户 陡然炸裂 原本只是无形的门户 这一刻炸裂开 却是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 方平眼神一变 脚下加速 迅速逃离 王金阳直冲上空 毫不犹豫 李寒松距离最近 怒骂一声 一边逃窜 一边身上涌现更浓郁的金色光芒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哪怕通道外的战区那边 都能听到爆炸声 就在方平他们那边爆发出剧烈的爆炸声之时 中央战区 此刻 李老头这些人已经战死多人 十八位六品强者 此刻只剩下了七八人 听到爆炸声从东方传来 有花白老人顿时笑道 好样的 赶死了六品 那是三郊之门自爆的威力 这些高品都在天上呢 还没打出个胜负来 笑归笑 大家并不轻松 方平几人逼得六品自爆 实力的确强悍到了极致 可六品都自爆了 那几个小家伙会不会也死人了 李老头侧头扫了一眼 低沉道 不能再拖了 咱们这次也知道 杀了他们数十六品 数百中品 你们几个能跑就跑吧 跑不掉那就自爆 炸他娘的 你呢 一位老者刚问完 身后一道剑芒闪过 直接洞穿了他的心脏 同一时间 李老头持着带翘的长生剑 用力挥出 速度快到了极致 剑王眨眼间 洞穿了偷袭那人的脑袋 我要杀大的 李老头默默说了一句 可惜 对方再也听不见了 此刻头顶上方 周定国的金光快要熄灭了 更远处 两位九品作战 打得天空仿佛都要裂开了 吴川虽强 可也没强到碾压的地步 此刻被人缠住了 其他地方 几位七品联手 张定南的血色刀芒横空 周正阳的神兵爆发 暂时还没到绝地的地步 可这几人 也无法抽身支援周定国了 果然 还得靠老子来扭转战局 此刻大家没法退 周定国一死 三大金身强者没了对手 很快就能覆灭几位七品宗师 这些人联手之下 哪怕斩杀不了吴川 吴川也逃不了 一旦纠缠时间长了 援兵未至 吴川可能会被活活拖死 九品陨落 这是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 李老头深吸一口气 也没急着出手 时机还差点 下一刻 李老头再次冲天而起 杀入六品的战团当中 此刻围攻他的六品强者更多了 十里外 房屏晃了晃脑袋 有些晕火 远处王金阳迅速跌落在地 大片血液跌落地面 伤势不清 地下 秦凤卿灰头土脸的从坑洞中钻出 吐出了不少夹杂着血液的泥土 六品强者 自爆三角之门 不得不说 威力大道吓人 几人差点都被炸死了 三人汇聚到一起 方屏四处看了看 宁没道 李寒松死了 不知道 王金阳有气无力地回着 真不知道 死了也就死了 进了地窟 谁也没想着 真的能活着回去 此刻有这功夫悲伤 还不如想着以后多杀几个报仇 没死吧 秦凤卿晃着脑袋 喘息道 不行了 咱们赶快跑 再来几个死无品 咱们都得死 齐学浩空 内附重创 不行了 说着 这家伙掏出一颗回命丹 咽了下去 这时候可不是吝啬的时候 至于之前说的没丹药 那自然是假的 谁进地窟不带足了保命的丹药 再不怕死 也不会找死 方平以为自己十多颗回命丹多 此刻要是大家都掏出来看看 他未必有其他三人多 王金阳同样在嗑药 方平四处张望了一下 没看到李寒松 沉默片刻没开口 李铁头 就这样被炸死了 正想着 天空忽然掉落下来一团物体 一声巨响 地面出现一个深坑 李寒松浑身都是血液 缓缓从洞中爬出 有气无力道 你 你们跑得 真快 几人当中就他跑得最慢 差点被人炸死 方平见他还活着 也没废话 马上到 咱们分头行动 我再混回去 你们三个 一直往东跑 有机会我去找你们 没机会 那过些天 咱们在这边回合 最长一个月 一个月后 咱们都要出去 一个月后 要不打下了据点 要不封锁了通道 无论如何 不出去 就没机会出去了 王金阳喘息道 你混进去太冒险了 现在是战时 没人注意 一旦交战结束 地窟对中品武武者 不可能一无所知 那夏品呢 方平笑道 夏三品一大把 很难被人认出的 再说吧 他可以屏蔽气息 装个普通人都行 不过装普通人 在这儿太显眼了 这里都是武者 普通人出现在这儿 傻子也知道有问题 非要回去 我去看看 都别废话了 耽误时间 说着 方平马上道 收拾战利品 能带多少 带走多少 说完 方平开始爬起来 收拾战利品 秦凤卿也挣扎着 开始找东西 哎呦 这次他亏大了 不找点东西 弥补可不行 方平找了一会儿 收拾了一个大包裹 也不想看 又找了个 四品的勋章 将自己身前的换掉 虽然地窟勋章 至是相同 可他原本佩戴的 是天门城那边的 背后城灰可不一样 弄好了这些 方平沉声道 那边又有人追上过来了 你们小心点 你们比我要危险的多 几人都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方平怎么做到的 可这家伙可以收敛气血波动 这就安全多了 而他们几个 一旦动用气血之力 马上就会被发现 几人不再耽搁 三人互相搀扶着 没有动用气血之力 都靠着肉体之力 一路狂奔 朝远处跑去 方平吐了口气 也没沿着原路返回 这时候和人撞上了 说不清 毕竟两个六品都死了 稍微拐了点弯 方平朝远处的能量纵横处跑去 几分钟后 方平再次混入了人群 此刻 地窟强者都在围杀中央的那些六品强者 方平无声无息下 混进来 也没几个人在意 直到这时候 方平才知道地窟这次到底来了多少人 四面八方 军队武者不下五千人 这些人大多都是下三品 而中三品武者 此刻到处都是 最少也有几百人 而中间那边 数十位武者正在围杀人类六品 这都没算被李老头他们击杀了 算上的话 这样的实力比南疆那边整体实力都要强大 不过南疆地窟这边少了几分速杀之情 在魔独地窟 方平遇见过天门城的军队煞气冲天 可这边这些军队显得有些懒散 前方强者在交手 一些军队武者 还有人在窃窃私语 这在天门城几乎是看不到的 天门城的军武者更像是杀戮机器 方平一路走过 也没走军武者那边 而是朝那些服装迥异的武者那边走 这才是地窟的民间武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